來看我們台灣的咖啡師七十元 代表台灣參加 《理空日理》WCE世界部位咖啡比賽 得到冠軍 他也替台灣帶回第二組 穿著比賽冠軍中組 為咖啡風味的紹介到十多場合 每一部都說得很上色 一定顯自己參加國際比賽經過 他是咖啡師七十元 代表台灣參加《理空日誌》 WCE世界部咖啡操作比賽 得到冠軍回台灣 《理空日誌》 代表台灣的Sherry 我是驚訝大於一切 當然也是後來我有一點 慢了幾秒之後才反映過來 原來是叫我 他在《理空日誌》 驚訝要咖啡之後 2019-2019年 得到台灣冠軍 2019年參加世界比賽 得到第五名 中間因為疫情減少 一次又一次參加世界賽 打排30一個高手 拿回冠軍中組 不過身為得到冠軍 為三島上出技術夠合部 每一部都不可以親切 找豆子這方面 因為疫情真的是增加了蠻多的困難點 像溫室度和台灣有很大的不同 然後這樣子也會對於我們在準備的這些豆子 也會有不一樣的變化 這個是我們要在當地一直不斷地去測試 咖啡豆子參加不一樣 力經大四來重煮 讓咖啡豆腐火香又香 台灣在過去幾年的世界級 咖啡比賽當中 都出現咖啡大師 重煮和北朝廷賽事過冠軍 表現是很讚 做咖啡的人並不是只是煮咖啡 他要對science 對物理 對很多的很多的生活科學 跟很多的人文風土都要非常認識 還有就是說我們在很多很多的培訓上面 除了選手之外 也要很重要的是評審 要有好的設施和北軍方式 加上咖啡所的努力用心 既然不用出更加優秀的身材 讓台灣的咖啡繼續在國際飄雄 記者總合佈德